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间见》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科幻电影《丈夫一罗筐》 由于之前讲的天荒情未了,让好多人掐柠檬 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家庭生活是多么令人崩溃 我就不信,看完你还会想着掐柠檬 道格是个大忙人,没日没夜的加班 让他根本无暇顾及家庭生活 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更要命的是,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 还提出要重返职场 那家里的两个孩子就没人管了 微博的薪水也不允许他们请个保姆 道格为此和妻子大吵一架 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 这天工作上的烦心事加上家庭的压力 让道格在工作的时候发狂了 一个遗传学博士见此情景找上了他 说自己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 而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复制出一个道格来帮他分担生活上的琐事 让他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 道格见博士和自己的复制人相处甚欢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他真的快被工作和生活逼疯了 博士很快就利用他的血液和身体 复制出了一个各项机能技艺 都完全和道格一样的复制人二号 二号拥有道格在手术昏迷前的所有技艺和技能 道格决定让他去替自己工作 自己则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 这样妻子也能重返职场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无疑是场双赢啊 不过第一天他们由于没商量好 同时去了公司 导致差点穿帮 幸好道格及时回了家 此后他再也不用去公司 全劝交给二号去做 但是吵闹的孩子比工作更要命 受不了的道格将妻子带来餐厅 希望他能够宠回家庭主妇的身份 可妻子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谁说女人就只能再在家里照顾孩子呢 他明明用实力在工作上做得很好 自然不愿一辈子屈聚在男人的阴影下 就在两个人差点又吵起来之际 道格看到了不远处的二号 正带着女同事在这吃饭 这着实给他吓呆了 没办法 谁叫这是他们最爱的餐厅呢 二号也看到了他 两个人都极力的不让别人发现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他们同事进了厕所 道格提出要和二号交换身份 他来工作 二号去照顾家庭 不过精明的二号拒绝了 他知道道格做不来的事情 他肯定也做不来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先把女同事送走 不能让妻子以为他在外面乱搞 于是他们一个将妻子安在椅子上亲 另一个盖着女同事的头 迅速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晚上回家后 道格竟然带来了一个三号复制证 他的职责就是替自己照顾家庭 所以现在有三个道格 事业家庭两不误 真正的道格就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比如蹦吉和看篮球比赛 但是当他回家上床后 却发现床上躺着三号 这着实气坏的道格 他可不允许自己的老婆被别人睡 即使是自己的复制人也不行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条手要规矩 绝对不允许和他的老婆睡觉 这也衍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复制人也需要情感的发泄 他们没有老婆没有身份 只能上街随便勾打 然后带回来嗨 道格当然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万一被妻子发现就糟了 将两个来路不平的女人赶走后 道格震惊地发现 他们竟然偷偷地搞了个复制人四号 而这个四号是以二号为原型复制的 导致他的智力有些问题 行为举止各个方面都像个白痴 第二天清闲的道格报了个航海班 准备学学如何开船 教练热情地邀请他带妻子一起出海 他们甚至可以在船上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道格非常心动 回家就跟妻子说了这件事 但是妻子可不像他一样 有替身可以说走就走 那么洒脱 让个孩子需要照顾 现在的工作也脱不开手 身为自由人的道格却站着说话不要疼 让妻子将一切都放下和他一起出海 两个人再次因为这件事情大吵一架 遭到拒绝的道格决定独自出海 在离开之前 他找到自己的夫妻人 再三叮嘱他们 不许和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 但是天高皇帝远 谁能顶得住一个少妇对自己的百般勾引呢 不光三号跟妻子发生了关系 二号也义不容辞地扑了上去 结果第二天他就病倒了 当然不是因为羞羞的事情 而是因为他半夜淋雨去关戳窗 导致高烧下不了床 不巧的是今天刚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会议 二号本想打电话请假 但是老板恶狠狠地说 如果不去就吵他鱿鱼 家庭主妇三号 只能硬着头皮提他去上班 可他对工作上的细节一窍不通 根本回答不出老板的任何问题 老板还是把他给吵了 高烧到处找药吃的二号心情不好 在家里跟妻子撒气 直接把妻子气得托儿带女回了娘家 航海回来的道格 本来从这次经历中意识到 家才是最温暖的港湾 可是当他回到家后 却只看到了三个副职人 无比潇洒地坐在客厅看电视 知道事情始末的道格非常崩溃 他决定要挽回妻子 他知道妻子一直都想要个温馨整洁的家 他也承诺过会将家里好好休整 但从来都没有付出行动 刚好趁妻子回娘家的这段时间 给他知道一个惊喜 于是他带着三个副职人干了起来 经过几天的努力 杂乱的小房子焕然一新 妻子也接受了道格的道歉 带孩子们回了家 因为他跟妻子承诺 以后一定会区分好工作和生活 不再让他受委屈 另外三个副职人则选择去了远方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还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不过还是要感叹一下 单身真好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等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掐柠檬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里 下期见啦 对不起来的电影就忘了啊 我都不知道 我还没想到这种精彩科幻里 好吗 我还没想到这种精彩科幻里 这里是小冰主 我还没想到这个机会 如果那个机会 我还没想到这个机会 在这种机会